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装礼者 心灯 赌诵者 心焉 五金流仪记 语如党别 明自信真佛记 五金流仪记 语如党别 明自信真佛记 六祖大师慈悲 又要为我们讲记了 其实你们不是来上课的 你们是来对自己负责任的 比如 你们来听我的课 听了七八年 你们不需要为自己这一段时间做一个总结吗 不管学得怎么样 你们都应该把它讲出来 何为正知见 假如你认为的知见在生活中应用有问题 就证明你的知见一定是错的 所谓有问题 就是你所做出来的 别人不认同 你知道多少 你就做出来多少 你们表现也是因为你知道多少 你才会做多少 你做不出来或做出来都要看你的内在 如果你所做的都是恰到好处 别人都认同 你自己有体会 你也没有什么障碍 你一定可以察觉得到 比如 你们要分享的那一刹那 我就察觉到有一层距离 那是你们内心所散发出来的障碍 你在学禅 一定要明白一个概念 一切无有碍 不论是各种角度 身口意的展现都没有障碍了 否则 你心中的正见可能只是一种知识 如果大家都是在演戏 或都是一场游戏 我不可能有障碍 我自然就能做得出来 正见 你就能够体会到 一个东西是恰到好处 最中道的 你就从此处下手 说人生如梦 假设你觉得太空患了 你就说人生如戏 如果人生如戏 你做不到 你认为人生都是真的 那你问心无愧就好 你一定要抓住我的一个概念 而是你是要真的看到 你才能够破你的执着 否则 你把我的话背起来 对于你也一无是处 讲话 假如不是能够激发你 我就讲真 比如 一真一切真 万尽自如如 既然一切都是真 那么你做任何事情 就应该如实 认真 简而言之 讲真 讲话 都是叫你认真 你要为自己下一个很重要的定义 你才有力量 否则 你就是转不过来 你所学到的这些概念 我做一个三秒钟的整理 我讲的 就是并没有一个叫做法的东西 只是一切随着各种因缘 该怎么做 就怎么做 这就是我学佛这么久 最刻骨铭心的经验 就像武术中并没有招数 套路 这些都是人们为了方便教导而告诉你的 其实 它都是可以打破的 这个概念 一般人或许很难懂 因为他失去了法之后 就不知道如何去展现 比如 一个善用刀的人放不下刀 一个善用剑的人放下剑 一个善用弓的人放下弓 他忽然之间 好像手中没有任何武器 他好像施展不出来 但是 我所讲的是 我们要能够出神入化 要变刀就变刀 变剑就变剑 变弓就变弓 你如果没有那个东西打破 你是不可能变的 你手中拿什么 你一定会那个东西 其他的 你一定不会用 所以 实无一法可得 但却无处不是妙法 问候思维 你知道用什么法 度你自己吗 心平何劳持戒 行职何用修缠 感恩六祖会能大事开示 感恩达官师父教会 感恩您的聆听 感恩生命中的遇见